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国立1月14日 仙佛寺将举办王禅老祖修喀孙的活动 护佑7岁以下小朋友为可爱的下一代祈福 相关的物品领取 请准备五果 花 还有小朋友的衣服 请至仙佛寺事务部报名 接下来请进入国立1月3日圆满的追根溯源 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报道 维新圣教2014年追根溯源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 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各分四道场 维新中易经大学 维新中南天文化院 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 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以及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院共同主办 维新中宗主上混下缘禅师开示 在2014年的1月3日当下 我们尊天法旨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为中华民族列祖先灵 与明养两界的圆满 而举行了第九谈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邀请了三十年儿女代表 三万六千众 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 举办祭祖大典 罪根溯源 万灵归心 这是鬼谷先师 鬼谷文化的最高境界 和最高境界 我们每次的祭祖大典 邀请了世界我们所有华人代表 来到台湾最快报导境土 表达我们心声 也祈愿农天护华 保护我们的苍生 化解干戈习战争 一愿人心相疼爱 重启世界永和平 当日参与发表专题者有 集中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淡江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李教授子毅 主讲中华文化与世界和平 台湾政治大学黄教授春枝 发表鬼谷文化追根溯源 发展与世界和平 未来亚洲研究会 王副会长行虎 主讲文化交流与世界和平 法谷大学增校长继群 主讲混元禅师 世界和平建构初探 内政部参事 玄天上帝研究会创会会长 温会长袁新 发表宗教发展与世界和平 台湾大学奠基博士梁博士 维杰 发表讲题是 维新圣教宇宙观与世界和平 新与念力的科学验证 维新中儿童学艺经推广中心主任 袁森法师 发表儿童学艺经与世界和平 台中科技大学肖教授登福 发表鬼谷子 百合纵横 与艺经阴阳十位中之说 上海梧桐国学文化书院院长 顾院长明睿 主讲艺经 中华祖先的传世密码 大家发表心得 广泛交流 十分热络 共同圆满这场世界和平论坛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天心庙连台 经由宗主上混下缘禅师开示 即日起为维新圣教总坛 国立1月5日遵天法旨 将鬼四年九九法会起安文书 与松博长青护魔棒奉化后的灰 洒于维新圣教总坛 以示万灵归心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维新圣教维新宗 在鬼四年 自农历八月八日到农历十二月十七日 举办十年一次的九九法会 在九九法会期间 为解冤世节 为民养两节安定而祈福 全体贤士同修 公送宗主上混下缘禅师 所开示的经典数十万部 同时供养松博长青护魔棒 所堆砌成的九十九座六方佛宝塔 在法会圆满之后 文书与护魔棒皆以奉化完成 经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 必须将凤化之后的灰 变洒于维新圣教总坛 以示中华三祖祖灵之万灵归心 维新显示同修 皆以充满法喜之心 共同努力建设维新净土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新装潢 新风貌 新体 维新圣教以各种宗教法仪 与学术讲座 人才培育课程 致力推动补人心希望工程 在新闻中 我们以医学科学等角度 配合一篇小故事或经验分享 与您一起涵养身心 现在请进入美国密西根大学 护理哲学博士 杨克平女士 今日的身心灵健康专题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身心灵的三个层面 是相互影响的 在我们这个属于物质的身体里 大脑可以说是主导了我们的医生 脑中喋喋不休的声音 让许多人饱受失眠 忧郁 焦虑 担心 害怕之苦 这些噪音影响了我们的思言行为 搅乱了我们原本亲近的心与生活步调 大家都想摆脱头脑 以及脑内各种观念的掌控 最后能从这个头脑中解脱 但在了解如何从头脑解脱之前 我们得先认识它 也好知己知彼 自然界给了人类三种特性的脑 人不只是集各种动物脑质大成 并且拥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新大脑皮质 在脑中活跃着 德国著名的解剖学者 魏伦斯特的研究发现 人体是一种系统的重复循环 他认为人类的胎儿性质 及形态 是在重复原始祖先们的进化过程 现在大家彼此所接触 看到的人脑的形态 是人类的思考 语言 行为 是由掌管那具有感性 理性 及知性的脑的新皮质的机能 所产生的功能 美国著名的脑生理学家 波尔迈克林 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说 人类拥有三种不同构造 且能互相联系合作的脑 因此 不管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中 都能发挥机能性的应变 这种机能 可以说自然界特别赐给人类的 一种是爬虫类型的脑 充满了承袭过去的记忆 他只知道执行于原始的行动 一种是下等哺乳类的脑 是直接依据体验 为基础 对于各种事物的学习 及模仿或处理问题的能力 是以感情来行动 可以说超越了一部分 原始祖先的束缚 但并不完全能够做到 有理性感性平衡表达的能力 另一种是高等哺乳类型的脑 发挥了高等哺乳类型的 新皮质的文化功能 因它超越了爬虫类型的脑 而适度的调节下等哺乳类型脑的缺点 这个脑是人类独特具有的理性头脑 所以人类虽是高等生物 但我们也是一个集合了所有动物脑的一种生物 因此人会因刺激而有残暴的粗鲁行为 是我们脑中有那原始的野生动物的细胞记忆所致 但人也会有对于自然界的直觉反应 及内在核心的智慧 一种对生命自然了知的本能 这是人类真正的本质 是自信 自信就是意识 它不属于物质层次 它是爱的本身 也是智慧与喜悦的 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从我们头脑解脱 超越它 怎么做呢 要知道头脑会划分 因它的本质是分裂的 而划分之后 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是轮廓分明 但生命却是无法划分的 整个宇宙生命就是一 否则生命就会变得非常混乱 例如头脑划分说 这是光那是黑暗 但是黑暗从哪里开始 而光又从哪里结束呢 事实上黑和白是漫长的灰色的两端 而那个灰色就是人生 黑色出现在一端 白色出现在另一端 但是真实的存在是灰色的 而在那个灰色本身里面包含了两者 所以说生命是一个奥秘 但头脑却无法了解生命 头脑创造出轮廓分明的观念 是让我们能够很容易的 很方便的去思考 但这也使我们陷于分裂 使生命变成了片段人生 而错过了真实的存在与经验生命的奥秘 愿于大家共同了解头脑 并从头脑解脱出来 祝福大家下周再会 丰元地区的同修 2014年将有新的上课地点 未来不管是易经风水 或人文艺术课程 还有中门相关活动 以及同修们平日法务进行 都多了一个舒适的场地来运用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维新圣教推动易经风水教育 不遗余力 法师们同时深入各地社区传法 原品法师在各地授课多年 近期的课程当中 也告诉贤士统修们 丰元地区将有一处舒适的新据点 提供更多有缘十方善知识 来学习易经风水 师父上混下园禅师 也特别视察场地 协助规划 并关心签约等各项细节 同时希望如法的建设 能带给大家平安顺利 维新记者纪真如 丰元道场报导 接下来是中港道场的综合报导 首先为宗主上混下园禅师 加持195个国家互摩棒 安顿冤飞软动株林 以祈求世界天灾永袭 五股丰登的讯息 以及四生堂超度法会 七周年齐安法会 与领选甲午年植年 卢主的过程 鬼谷先师王禅老祖 以及宗主上混下园禅师指示 在几年前 全世界的天坑地洞事件 陆续发生之时 为了度化从天坑地洞浮出 冤飞软动株林 同时化解未来世界粮食危机 在鬼四年尾声 宗主上混下园禅师 来到中港道场 由住持 袁然法师准备好 代表世界195个国家的 松博长青护摩棒 让师父一一加持 同时堆叠成六方佛宝塔 供于道场中 祈愿世界无灾节 五股丰登永和平 维新记者 郑玉威 黄福建 中港道场报道 中港道场举办 鬼四年四生堂超度法会 住持 袁然法师与范辈诵经法师 以及贤士同修们 一群维新宗法仪 为四生堂冤飞软动株林 举办超度法会 恭送 黄禅老祖玄妙真经 鬼谷先师天德经 佛说大阿弥陀经 神农五谷真经 祈愿冤飞软动株林 回归极乐净土 化为人生 继续修行 修成果位 免受轮回之苦 超度法会 在庄严隆重过程中圆满 维新记者 何明星 中港道场报道 2014年 1月4日到5日 中港道场同修 欢喜迎接 七周年法会的到来 住持 袁然法师 与范辈诵经法师 以及贤士同修 按照维新宗法仪 为四生堂 冤飞软动株林 以及辖区内 十方法界众生 无似男女孤魂 送金超度 并准备贡品 普桌 熟食法船 莲花 其中最特别的 就是有一整桌 九品香水莲花 来供养株林 代表借着莲花 回到净土 并祈求转化为人生 继续修行 在七周年法会期间 也有鬼四年 十年卢主 何师兄 恭送王禅老祖今生 回中港道场 再由住持 袁然法师 禀告王禅老祖 与诸天圣神佛菩萨 接续由登记甲午年脚 选植年卢主的同修 焚香禀告王禅老祖 三寇拜后 并拔杯 决定甲午年 新任卢主 道场同修 当日也准备蛋糕 祈求家家户户 平安 和谐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维新记者 何明星 黄福健 郑玉威 中港道场报道 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三十年如一日 维新中台中东山道场 以及彰化和美道场 也都在2014年元旦 联合祭祖大典的前后 举办道场周年 祈安法会 接着来关心这则讯息 维新宗台中东山道场周年法会 在维新圣教 2014联合祭祖大典前夕 顺利圆满 东山道场住持 圆穹法师 以及师兄师姐 细心筹划香妻祖宿斋 捕捉贡品 香花果篆 法船和金银财博等 普渡供养各姓士列祖列宗 十方法界株林 宗主上滚下园禅师 也清零法会 谈成祈福 并关心同修事业家庭 同时 排解优移 轻松化家常 鬼四年东山道场周年 祈安消灾法会 为民养两届安定祈福 功德圆满 维新记者张宝黄 东山道场报导 维新宗和美道场 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为期三天 和美道场义工 将道场里里外外布置妥当 也包括清晰的文书范例 拔建项目名册 以及法仪程序表 参与法仪的信众同修 则仔细书写 祈福文书 以及三宝斯 当日在法师洒敬后 开始由金刚上师 带领进行早供 大家并跟随上师 与助持 元祈法师 一同诵经 博力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圆满日这天 在一段旗鼓之后 由金刚上师带领 进行宴口法仪 不度供养十方 同修们在禀告三宝斯 奉化金银财博之后 法仪圆满 空中也布满 天人同欢的祥瑞天象 祥光伐喜 满在每一位同修心中 香机组义工 捕作组义工 与交通队义工 大家共同完成 三日的法务 功德无量 维新记者 赖新宽 河美道场报道 元旦祭祖大典的 贵宾之一 为鬼谷书院学者 在维新圣教文化之旅 行程中 也来到台南道场参访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来自大陆北京 鬼谷书院一行人 来到台湾 参加2014年元旦 维新圣教联合 祭祖大典之后 国立 1月5日 来到维新宗 台南道场参访 台南道场 住持 元姓法师 以及同修 欢喜迎接 鬼谷书院贵宾的到来 由于台南道场 位于台南西南方 前有古迹 溢在京城 后有林墨娘公园 因此 住持 元姓法师 以宗主 上滚下缘 禅师法语 溢在文化 道统 易经 风水 传古经 京城 玉带 水神 八国 财宝 立万民 作为引言 向大家详细讲解 台南道场的建设过程 鬼谷书院 一行人 则准备 大陆民国时期 及 同志时期的地契 由元方贤士 代表赠予 台南道场 喜爱收藏的元方贤士 同时准备十份大陆早期 人民币 支票等 送给台南道场 义工同修留念 元姓法师 则特别请 邻国士闲事 以台南当地特色食材 伴斗宴请贵宾 大伙欢聚在台南道场 直到下午十分 并与台南道场前方 开心合意 维新记者 薛惠芳 台南道场报导 维新中基隆道场方面 本周也安排了综合讯息 给大家 基隆道场在维新圣教维新中 久久法会之后 显示同修将法会 捕捉供养的物资 以车子运送 发送爱心 给有需要的家庭 以及长辈 希望大家 接得王禅老祖护佑 生活舒适 冬日里 餐餐温饱 近期 基隆道场 住持元堂法师 为地方服务 以维新中 新宫动土法仪 为汽车修配厂主持开工 首先进行场地洒进 接续奉化精子 在土地的几个重点部分 并悄悄动土位置 同时 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 以及奇安文书 祈求新宫期间平安顺利 维新记者 张玉慧灵能镇 基隆报道 请一起聆听 今日的维新禅语 至圣鬼谷先师 黄禅老祖 在风水真经中 对于一经风水庙法 开示甚强 盼望众生勤于修习 化解凡尘人间之仇恨 斗争 并借风水庙法 续元 席元 细元 知恩 感恩 报恩 共同建设人间佛净土 以安心修行参佛道 来日得顿悟大道 同正菩提 禅吉山仙佛寺事务部 提醒大家 2014年以214元 以花供佛的活动已经开始 欢迎大家参与 今天谢谢您收看 维新新闻 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上午7点30分 下午1点 晚上7点30分 准时在维新新闻相聚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福会圆满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